首先,了解我们的学习目标 初步了解汉岳甫艺术特点 把握诗歌感情基调 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运用共情、联想、想象 深入理解诗句含义 体会诗歌情感 并且体会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更加热爱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吧 厦门大学陈忠义教授说 诗歌的每一个毛孔 每一条皱纹都是入口 今天我们一起探究、触摸、感悟 十五从军征的每一个毛孔 每一条皱纹吧 一起来朗读这首诗 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 八十始得归 刀逢乡里人 家中有阿水 摇看是军家 松白众累累 兔从狗斗入 志从梁上飞 中废 中庭生铝骨 中庭生铝骨 井上生铝骨 中废迟做饭 踩盔持做耕 耕饭一时熟 不知一阿水 出门东向看 泪落 占我 一 十五从军争 选字 岳府诗集 我们会看到 后面有横吹曲词舞 梁骨甲横吹曲 看似好高深 其实很简单 横吹曲词 是汉代以来流行的军乐 包括鼓吹曲和横吹曲 鼓吹曲 以鼓角为主要乐器 横吹曲 就以笛字 萧等 为主要乐器 就是说 十五从军争 是以鼓角 为主要乐器 后来 鼓吹和横吹 互有兼容 并称 鼓角横吹曲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首诗是南朝 梁朝岳府集官收集的 所以是梁 鼓角横吹曲 感谢岳府机构 得以让今天的我们 能听见一千五百年前 最质朴的新声 一起来学习诗歌 首先 我们来看诗的开头两句 大家暂停播放 思考 读到这句诗 你有没有什么疑问 或者感触 十五 八十 指诗歌主人公的年龄 十五岁 出征 参战 八十岁 才得以回家 大家感慨惊讶 可能也会觉得 这是诗歌的夸张吧 根据史书记载 青年男子二十三岁 开始服兵役 五十六岁 可以退役归田 诗歌里 十五从军争 八十史得归 恰恰是反映了 汉代战争平凡 给社会造成的影响 出摩 出摩诗歌的每个毛孔 关注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诗词 虚词 同样不能忽略 因为诗词是提古 虚词体现性情 虚字传声 渐情 这句诗里 我们看 有个时间副词 值得品位 对 使 表示时间拖延很久 结束得太晚 使得归 离家整整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几乎占据了他的一生 在人类历史上 有多少人能够从军六十五年 这六十五年里 他翻过了多少山山水水 亲历了多少刀光剑影 饱尝了多少血雨腥风 遭受了多少生生死死 千言万语 难以说尽 到逢乡里人 家中有阿水 让我们一起来暂停思考 想象此时主人公的心情 在想象之前 我们先 给大家推荐 解读诗歌的一个途径 共情 就是同感 同理心 去理解 诗歌中的人物的情感 看到这句话 我们也许会想到 近乡情更切 不敢问来人 少小离家老大回 儿童相见 不相识 主人公 越进家 兴奋激动的同时 也越恐惧 不敢问 怕听到 不敢 或者害怕听到的消息 遇到同乡 忍不住会问 我家里 还有谁呢 我们还可以对比 对比离家不久的人 他也许就会问得更加具体 我父母身体怎么样了 我的兄弟姐妹怎么样了 但是 主人公离别的时间太久 父母应该不在了 兄弟姐妹也不知道 还在不在世呢 只能问 我家 还有谁 把这句话 和上一句话合在一起 我们会发现 这是一个 问答句 我家还有谁 这句话说 那远远忘得见的地方 就是你的家 我们知道 问答 有一个原则 所问 所答 仅扣话题 那这两句诗 我们刚才一转换会发现 同乡 答非所问 没有正面回答 为什么呢 请同学们暂停思考 了解他们家的情况 不忍直说 主人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松百 种 累累 松树 摆树 遮盖着纵横交错的荒坟 哪里 是家呢 我们 假设自己就是主人公 往前走 到家了 眼前看到的景色是 野兔从狗洞里跑进跑出 野鸡在乌梁间飞来飞去 长满野生的骨子 满院都是 井台边 长满野生的葵菜 这 哪里还是人的家呀 这是野兔野鸡的家 这是一片荒野 可 这就是他 六十五年前 充满欢乐的家 这是他六十五年中 魂牵梦绕的家 就是他归心四溅满欢 希望的家 这是他为国征战六十五年 出生 入死六十五年的残年归宿 面对这样一个亲人皆无 破败不堪 荒凉如也一无所有的家 他吃什么 喝什么呢 掐起把野骨 冲去皮壳 做成饭 掐几把葵叶 做成菜 可是 该吃饭了 除了他自己 又有谁来吃呢 父母 父母在哪 兄弟姐妹在哪 除了 我们要感受虚词 他的生情运质 这句话里 冲 这句臭皱褶 值得我们来探究 冲字 一个动作 十九 不停地 反复地倒 一下 一下 又一下 撞击在十九上 也撞进了士兵的心中 他的内心 被眼前的一切 沉重地敲击着 敲击着 鸟鸟生童的吹烟中 没有人和他一起 享用饭食 孤身一人回来寻清 到头来 依然穷穷竭力 能给谁 可以给谁 眼前的一切 失望 绝望 无望 失去家人的痛处 又暗含着 往昔美好的追忆 归家前无休止的思念 更加化成了眼前 绵绵无奇的愤痕 我们再一次跟随他 走进这幅场景 请同学们暂停思考 想象 描述这幅场景 他亮亮腔腔地走出门外 抬起昏花的老眼 向东望去 自己的父母亲人 一个个都长眠在九泉之下 再也回不来了 他从军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夜落归根 想和亲人一起共度晚年 共享天文之乐 满怀的希望 全都成泡影 他将永远永远地孤独下去 眼泪 尽湿了 破烂的衣裳 这里给大家几种 关于向东看的解释 你选择哪种解释 一语情理 一句文本都可以 你也可以有自己 更多的解释 出现 只要说 能够从文本中 得到切实的理解 都可以 诗歌到这里 结束了 可好像并没有结束 我们心里一直在回到 这八十岁 风烛财年的老人 他怎么生活下去 吃什么 穿什么 用什么 谁来给他养老 谁来给他送终 他的余生 肯定是孤独的 凄苦的 悲惨的 饿死 渴死 冻死 死了 也可能 无人掩埋 成为这荒院中的 一堆白骨 这就是他 十五丛军争 八十使得归的 最后结局 这就是他 整整六十五年 为国征战 南征北战 却与兴风 出生入死的 最后归宿 无限的情感 激荡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中 同学们 带着你的情感理解 来读这首诗吧 也欢迎有更多的同学 在读的过程中 慢慢地把它背下来 再读 我们就会想 造成这位老兵 及其一家人 如此悲惨遭遇的 到底是谁呢 战争 人口大量锐减 我们从史书记载 从诗人的诗歌里 都能看到 走出这首诗 我们就会想 汉岳府 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 能达到这么高的艺术水准 不管是今天的诗五从军争 还是以前我们所学的木兰诗 还有以后我们要学到的 更多的来自 汉代岳府诗集的诗歌 他为什么一手手 如此打动我们 直击我们的内心呢 首先 汉岳府诗的艺术源头 在诗经 根据史书记载 汉五帝 史立岳府 就是要模仿诗经 重建 李岳文明 十五从军争 也是经过岳府机构 整理润色 才得以流传到现在 除了有专门的机构 十五从军争 也继承了诗经 战争题材诗歌 所开创的文化传统 不追求战场上刀光剑影 而是多维度全方位的反映战争 这一特殊社会现象 十五从军争是这样 木兰诗也是这样 重视人在战争中的遭遇 表现理性与感情 国家整体利益 和个人利益的矛盾冲突 诗歌不仅表现了主人公的不幸 同时也表现了全体人民的不幸 整个社会的悲剧得以反映 而且 在这首诗里头 我们感受到白描手法 不管是警务 人物 所有的手法的描写 都让我们感受到 它直击人心的力量 除此之外 我们再一次小结一下 在这节课里头 我们反复强调的 欣赏诗歌的途径 刚才我们说到 汉岳府的警务描写 使用的白描手法 风景 从来不是寻常物 作品中 但凡出现的警惑物 都能成为文章的律动和生命 我们看 十五从军争里头 兔从狗斗入 只从梁上飞 中庭生驴骨 井上生驴骨 虽然只选择了 兔和智两种动物 地点只涉及中庭与井 但文字中扑面而来的是荒凉 是破败 是萧索 还有 对 我们这节课反复强调 欣赏诗歌 我们要共情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布特莱尔说 你先把你的情绪 欲念和愁思交给树 然后树的身影和摇曳 也就变成你的 我们透过诗人选择的 一项 触摸诗人的情思 共情的投入 去理解诗歌 今天 我们一起通过十五层军征 诗句的每一个毛孔 每一处皱纹 探究学习 港物领会诗歌之旅 就此结束 请同学们完成 附件中的作业 谢谢大家